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天也没有在屁股 但是我也没有说配合心情组 还是想调理身体 然后把该排都排 屁股调理身体 它主要是清理一些素变 长破脾胃的一些素变 如果只是调理身体呢 还有一些因为饮食带来的一些菌 就通过屁股的话 它有的就死了 改变了环境就饿死了 真的死了 就是因为吃多了 就腐 就是腐朽的食物带来的菌 就会死掉 它会清理一下 其实进化一下身体 但是超世界屁股的话 你就要配合修正 如果没有菌座什么 就没有意义我觉得 因为你是七七六玉 贪生吃满业 这些东西 无法通过壁股 如果你没有政治 也不是在修行的话 你并没有通过壁股 来真正达到成道 就是说去绝招啊 增强绝招的定力啊 并说壁股 光靠壁股 还是达不到的 因为佛学最多是有定能生会 最最要有定力的 但是少吃东西可以定 以前的阿罗海吃一餐 只是因为吃的少欲望轻 但是这个我觉得目前对我们 就像尤其在红尘里边 你们公公红尘里边 就是如果不配合修行的话 光说是不吃东西 能减少贪生吃满业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绝招内心 就是静坐 一个是静坐 如果你有静坐的话也更好 就是通过壁股以后 你的欲望或者是很多 是不是清心寡欲 达到一个就是很清静 或者是通过不吃东西 然后很多对这个世界的 很多的东西看法就是淡磨淡破 就是很宁静很淡破 就是有一些能够处理 不再勾勾回村 会觉得被强烈的波动 就有处理还有清心寡欲 这就是一般壁股 带来的一些正面的好的东西 第一是生清气爽 就是因为壁股不吃那些腐烂的时候 第一是生清气爽 第二清心寡欲 心态比较淡破 然后呢 如果再加上静坐 定力会加强 就是这就是说 我们壁股就带来了正面 但如果说没有这些 就是说只是觉得无力 或者什么其他的 那就是一些负面的 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的名利 或者情欲或者东西 我们不是说完全没有 但是它已经不再转我们了 就是让我们的心觉得 也不是死心 是淡磨淡破 就是不动 能够达到一点静而不动 这就已经不错了 通过壁股能达到这些 已经很厉害 但是这个真的是要配合修正的 一个是修正 一个是经典的 就是直接 正直接的确立 但是 几年了呢 就是 你在哪里炒 炒 炒很多 你跟 一个能量很长 炒在一起 那就炒假吃很大 60啊 因为你是可能 炒是一个多维度 比如我们现在是三维 你走的是三维 其实你这个项 越智利的这个项是三维的 那你在四维加到时节 五维加到后 慢慢加到速度 加到其他 在五维六维七维八维 你都存在状态是不一样 就是你不是以这样一个形式 对 他那些四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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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开始只是一个观点 但是随着你逼进去 同样一个行为 你在不同的地方 你直接不同 突然结果就不同 并不是你在追求那个结果 是突然那个结果 得出的结果就不同 你突然会留不同的东西 这个就是因为直接 前面那个音不同 行为是一样的 我觉得影响不大 我看你目前的状态 还比较轻轻 但是呢 心里边的愉悦程度不够 也没有 因为它那种清静 它不是宁静啊 你比较静 比较清静 你是有点静 静下来了 但是它不是一种清静带来的愉悦 不清静 就是说明它潜意识里边压抑的 还有一些不面的信息在那 就是通过鼻鼓要清理 负面和正面的所有东西 不过不是只有负面 是正面的 它的直接要被证明下来 有些东西只要对身体是负担重重的 不管它正面的都要清理掉 就是要清理那些净化那些残酷的东西一样 就是头脑里边的一些错误的知界也要清理掉 就是影响你让你心里有负担的 不是身体的负担 那是心理的负担 那目前你的头脑里边的东西减少的很少 那就是原理的 它只是停在那里不动了 对 一旦你吃开饭慢慢进入红尘 它又开始活动 活药起来 但身体上我觉得还不错 2023是小年了 我觉得还挺正常的 最重要的其实是农历是50年 50年之间的东西 然后呢 那一二十三 那二十三 那就这个了 嗯 这个是什么时候啊 就五一年 五一年 一三十 也是这个 就是满仓了 就像在这个手机里边的充充量太满了 我也想清空了 但是那些事情不是简单的 我说我不想就能清空的 不是 它是新的直接进入其他的 旧的就富的就没有了 就新的正确的直接导入 新的正确的系统进入 我的这就摧毁了 嗯 就是摧毁旧的东西 嗯 你干嘛 不是不想就是 就是学习新的东西 嗯 接受新的东西 而且是一定要是很正确的 就是真理性的东西 然后那些旧的不正确的就消失了 就不用去清除了 反正你清除不了 因为那些东西是空无的 它像波一样 它它无处不在 因为它是虚无 它又是个说 嗯 杯子我们拿出来打来它 我们就说学RFC拿出来 就是打来那也 那是一个啊 表象 毕竟有些东西还不是那样子 它只是一个方法 有些是通过那个清理不了的 有些生生世世世的一些习惯思维 记忆 嗯 会导致我们出 它不断地又有新的信息进来 嗯 你必须确立新的系统 新的东西 嗯 旧的就摧毁掉 嗯 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 我建议你用佛学的东西来确立 确立新的这个目标 生命目标方向 精神之助 我建议你用佛陀的东西 你实际上你的东西能摧毁所有的 我想跟我那个 这不是叫金刚戒 金刚戒说 我能摧毁你所有的 腐败的 旧的 不是真理的东西 嗯 我觉得你就是 还是看经理 如果你最好这两天 有些说去视频 就是开 开室的那些 你要有时间也可以 你随便异一下那些东西 其实 嗯 你如果没时间 也不用 你就接着好说嘛 说去 如果没时间 你就不要 你要有时间 有精力 你就议一个 因为都是一段 一小段 一小段 都是开室吧 视频叫那些 反正你觉得 没准从里边 你会有点事 因为系统的这两年 我说了 上七个视频 上七个视频的话 里边 你学 你就觉得这段有意思 你觉得对你有 你就议这段 你觉得这段没意思 你可以不议 你从里边学 但是那些有议的 我觉得 只要你反复 反复 看 我觉得对你有 会有帮助 对 因为他这两年 答的 因为开室的东西 就是答的所有人的疑问 因为很多人坐在这 问我问题嘛 对 我不断的 答那些问题 其实也是我们的问题 对 但是我们听一遍 有时候 就是没那个什么 你在意的过程 你会反复的思考 我觉得这段会触动到你这儿的东西 突然你会放下你旧的东西 会接受性 就是说那些也不着急 我给你议也不会 你拿我去 你看 你觉得这一句有触动 你就预议 你觉得没触动 先把它放在那儿 你就不管了 因为每一个都是几分钟的 因为我也想系统系的就学 但是你要系统的开始学的话 因为你不在这儿 老不在这儿 走来走去 而且你就准备怀孕了 我觉得你去把那些开室 有一些东西整理一下 你看一下 对你帮助会很大的 因为那些全是这样的机子 上百个人在这儿问的问题 他们的问题都代表了 代表了我们的很多的 很多的那种压力啊 或者想不开的那些 那些东西呢 我觉得太好了 现在就是 我觉得我自己用了太多了 我没办法停止思想 你不是体验者是 负面的信息太多 就是有些也谈不上政府 就是一些信息 那些信息 当你形成一块识怪思维 他们已经就好像 好像电线上边拔的东西 就像你是个思维 这样一个思维方式 但是那些思维 假如把它当成电线 那电线上边 符合了很多灰尘啊 那些糟 那些东西都要进化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